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里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大A 聊聊这个让小伞遇死遇活的大A 聊这个大A之前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 某站的一个奇葩网友 就是有个奇葩网友给我发的私信 某站的啊 名字叫黄豆粉条猫 发了一个叫 美国给你的钱不够用吗 还得每个视频都搞成充电专属 真小丑 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 很奇葩呀 就是美国给我的钱不够用吗 还得每个视频都搞成充电专属 真小丑 他的意思就是美国给我钱了 然后我做的视频就要给他免费看 应该这么理解吧 就是美国给我钱 我做视频免费给他看 这是什么逻辑呢 或者反过来说 就是我得免费做视频给他看 从他这个心态上说啊 他的意思 他应该是对我的视频是不满意的 是吧 是美国给钱的 我是按他的说法 就是这个新泽的50万 美吹 对吧 接受美国的钱嘛 那他应该不喜欢看我的视频 他为什么还要看呢 就是我把这视频搞成充电专属 还是不充电呢 他应该都不看才对啊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视频虽然他不喜欢看 是美吹 但是他要看 这是逻辑吧 你说这个是不是脑子被怼坏了 对吧 这不能怪我啊 这怪他戈壁王叔叔啊 不节制啊 就是说我的视频他不认可 那你别看吧 他还要看 我收费呢 他不行 你的免费让他看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给钱了 那第一个啊 这美国人到底该给钱还是不该给钱 这第一个啊 是给钱好还是不给钱好 这种脑残能说得清楚吗 怎么还有这么奇葩的人 就你不给他看还不行 还得非得免费给他看 我知道啊 我的粉丝不多 但是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非常喜欢的这些人跳出来 我好把他拉黑 三观不同啊 我连我的视频都不想让你看 我跟别的人不一样 别的UP主 恐怕就是喜欢越看的人越多越好 我不是的 我是希望情商智商在线的 三观差不多的接近的来看我的视频 换种说法 就是你很多人呢 不配看我的视频 这种说法恐怕就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确实不配啊 所以我也喜欢这些网友啊 能纷纷发言 对吧 能暴露一下 我把它拉黑 本来啊 我在某站 还有很多视频是免费的 我只是一部分放在充电专属 但是呢 就有人免费视频 他投诉 投诉 然后B站呢 就老让我修改 我是不厌其烦 所以干脆全部是充电专属 全部充电专属了 又有人跳出来 先我不该这样 应该免费让他看 看完了好让他投诉 你说这不是脑子有毛病吗 你说他那王叔当年 吃了多少这个药啊 抹了多少印度神友啊 镜这么大 把脑子怼成这样 所以说啊这个免费的越来越少 这是没有办法 想看你就充电 不想看赶紧退地 要怪就怪这样的 黄豆粉条猫这样的人 这叫劣币助蓝币啊 这个视频会免费放 就要让黄豆粉条猫这样的人 看一看 最好自己跳出来 这个黄豆粉条猫这个人呢 我没有印象 就是他很少评论 是藏的比较深的 这回也给炸出来了 信圣呢 是好事啊 希望更多的 黄豆粉条猫这样的人 勇于献身 不要藏在角落里面 好我们继续啊 聊这个大一股 今天这个大一股啊 太不给面子了 这是我都看不过去了 因为今天正在办大事啊 采集招展 对吧 这么多国外的元首啊 齐聚一堂 居然这个大一股 一点面子都不给 虽然是微调了二十几个点 但是毕竟绿了 绿了就不好看 对吧 不是所有人都像 黄豆粉条猫他爸那样的 喜欢戴绿帽子 不知道胡锡进老师 现在性侵怎么样 还能不能稳得住 我想啊 离胡锡进老师躺平 装死 又进了一步啊 这大A股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吧 越旧他越往下赖 他越往下坠 这个反常啊 可以说监管机构最近 对吧 什么有利的消息 能出都出了 他还是不领情 为什么会这些印象呢 跟这个我们的大A股啊 这个奇葩的事情 这个乱象 有很大的关系 投资者啊 心寒了 任何利好啊 都是跑路的机会 提同跑路啊 大家可不可以还有印象吗 有一期咱们介绍了 咱们A股有一个很牛的企业啊 就是跟那个光刻工厂有关系 反正跟那个有点联系啊 就是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 股份有些公司 他在那个互动平台上 他回复这个投资者说啊 公司的光刻机 已向国内龙头芯片企业销售 并且已向日韩 以色列等国处 结果资本市场呢 就疯狂了 那光刻机啊 都已经卖到日本韩国去了 以色列啊 而且向龙头芯片企业销售 所以这个资本市场一顿狂欢 开始炒 把证监会吓坏了 交易所立马发函问他 说你那个光刻机 你说说到底是什么光刻机 跟咱们这个日常啊 约定成熟的时候 那个阿萨姆公司啊 那个光刻机是不是一码事 你说把交易所逼到这份上 没法管呢 就这样啊 这个苏大维格 还在 惶顾左右而言他 开始绕了绕去 说我们这个光刻机啊 是什么这个那个的 但是最后他也说了一句啊 这个光刻机 什么 总之不是那个光刻机 叫激光 直写 光刻设备 不是芯片那个光刻机 跟芯片有点联系 你说这样的企业 和骗子有什么区别呢 他就故意的 诶市场光刻机热 对吧 大家都 全国人民呐 憋着一股劲 要搞光刻机 他的撩骚 诶他说我这光刻机 已经搞出来了 卖了 你说这种是不是欠揍啊 结果资本市场一顿炒 多少小散户买进去了 当然不是说咱同情小散户 这是活该啊 但是这个企业的行为 是什么行为啊 恶劣不恶劣 严重的说啊 是伤害了中国人民感 因为大家都盼着 光刻机这能有突破 诶你说我突破了 不就是意思吗 好 证监会立案调查 这个态度也非常鲜明啊 也非常迅速 遗憾的是啊 叫虎头蛇尾 重大侵犯 为什么呢 这个苏州苏大维格 科技集团股份研究公司 管人收到江苏证监局 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这就是行政处罚了啊 叫事先告知书 先告诉你 正式处罚马上就下来 然后这个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可以申诉 行政复义啊 叫行政复义 这个告知书 最后啊 这中间写了很多 把他批评了一顿对吧 说来龙去卖 怎么认定的 2023年9月14号 12时25分 苏大维格 在深交所互动益平台 对投资者前期关于 桂斯光刻机 及相关技术 有哪些知名企业 正在使用 再提问 回复成啊 赶紧念过了啊 公司前述回复发布后 下午开盘后 公司股价快速 由跌转涨 最终收盘 上涨20% 你看看 那你说我要这公司的人 我先自己对吧 让亲戚朋友先买进去 然后我在那个平台 我也回复一个 那你说这赚多少钱 你说这个A股 它就这么玩 公司前述回复所称 已实现销售和出口的 光刻机 实际为用于制造 微纳光学材料 眼磨等的止血光刻设备 而非用于芯片制造的光刻机 该光刻机 于回复中所称的芯片光刻机 曾在显著差异 公司未能准确 完整的披露公司销售 光刻设备的种类和 具体应用领域 且在回复中 将光刻机和芯片光刻机 并用具有误导性 这个就纯粹是故意误导 对吧 他完全知道 投资者问的什么意思 他回复的 故意的 模糊 他说他也叫光刻机 以上违法事实 有苏大维格相关公告 相关说明 讯问弊录 深交所互动役相关内容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 这就好比那个本院认为 这就是判决了 苏大维格以上信息 披露不准确 不完整 各种误导性陈述 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苏大维格董事会秘书蒋林 负责公司 对投资者在 深交所互动役平台 所提问题的回复工作 其在明知芯片光刻机概念 其当时市场热点的情况下 将公司证券部门 草拟的针对投资者 提问回复初稿中 直写光刻设备 表述修改为光刻机 你看看 他们证券部 草拟的这个回复 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人家写了叫直写光刻设备 那就没问题 他故意改成光刻机 你看看 这是主观故意 这不是说无心之错 刻意混淆 直写光刻设备 与芯片光刻机的区别 蒋林是 上述违法行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时人 违法行为的事实 情节 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证券法第197条 第二款的规定 我局 你决定 对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 股份严肩公司 给入警告 并出以150万元罚款 对蒋林 给入警告 并出以100万元罚款 后面还有很多 咱就不念了 这个就是重拿轻放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抓起来 这明显是故意啊 你说这种行为 能用钱去衡量吗 罚他100万 公司罚150万 太轻了 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纵容啊 你琢磨琢磨吧 我要是提前 跟外面哪个机构 勾结 或者私募 三个月先买进去 也别这个 前一天买 我提前一个月布局 慢慢买 买进去之后 我突然 我在这个互动一平台上 我来这么一句 我可以让 找人去扮演投资者 问这样的问题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对吧 随便注册一个账号去问 我故意去问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来回答 这不就是自导自演吗 自问自答 然后把公司拟定的 叫直写光刻设备 我把它改成叫光刻机 这一下 第一天就涨20% 第二天还冲高 还要涨 我就按30%算 你一个亿赚多少 三千万就到手了 难吗 一点都不难 然后呢 你罚一百万罚吗 少点吧 我买一千万 这个就很容易了 几个朋友凑一凑 一千万就买进去了 搞个账号 买一千万 我以前买股票 经常一买就一千万 多大点事 你说涨个30% 三百万到手了 罚一百万 我还挣两百万 你这个就等于是纵容啊 你说咱也不能 真的不能怪监管机构 你说监管机构 它监管得过来 你那些规则 都被人打成筛子了 你没法管 只能是严刑峻法 就是抓住了坐牢 你发钱没用 这还算发的多了 以前只发几万嘛 这发一百万算多的了 在后面已经 把这个证券法 那个处罚改了 以前上一线是60万 对吧 怎么发都不超过60万 这个看了之后啊 真是让人 它是公司的董秘啊 我也是经过董秘培训的 有董秘资格证的 董秘 那时要把这个证券法 把这个什么 公司章程 交易所规则 那他要背的 就跟那个考驾照 一样的啊 那就是交规 你得背 一条一条的 他这执法犯法 你说是不是罪加一顿呢 同样是董秘啊 我们再看第二个 这个叫东方宇宏的 这么家上市公司 董秘 叫张贝吧 他发了个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在这网上传 不知道真假啊 他的意思就是 东方宇宏公司 质地还可以 业绩还可以 为啥跌成这样的 跌成狗了呢 难道是我不努力吗 这个他就抱怨 你看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股票这样一个跌法 已经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一遍遍刷新了 我的认知底线 在公司今年 努力抓住市场机会 提升市占率 渠道和客户结构 持续优化 高毛利的零售板块 突飞猛进 沙粉为主的 非防水业务 快速发展 意思就是 公司发展是没问题的 还在高速发展 公司的基本面 早已出底回升 股价居然还在坑里待着 看不通看不通 实在看不通 这段时间我一直会闷心自问 是我们的管理层和团队不够努力 今天没有把业绩做好 没有实现收入和利润的逆势增长 没有展现出 雨红作为龙头企业的魄力和实力 还是我作为雨红的懂命 不够努力 没有一如既往的和大家密切沟通 没有对外充分传递 雨红的正能量 和对未来可持续高质量成长的信心 如果都不是的话 那究竟是为什么如此反馈 为什么忽视了团队的顽强拼搏 为什么忽视了企业的阿尔法表现 为什么忽视了雨红为摆脱当年的房地产依赖症 快速果断实施渠道变革 方面所做的艰辛努力 与转型过程中已展现出来的成效 为什么忽视了我们的零售 在目前已贡献30%加收入占比的前提下 仍然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让我们的业务越来越展现出消费属性 等等阿说了 总之他抱怨公司不错 为什么股价不涨 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难道不应该去嘉奖那些不畏艰难 不知疲倦 不厌其烦 荣不知足 抵立前行的人吗 难道不应该去鼓励那些心中认怀梦想 眼里仍然有光的人们吗 我一直深信怀揣梦想 沿着正确的道路 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定会有回报 天道酬勤 任何一个行业 再艰难的环境 总会由优秀的公司走出来 成为跨越周期的典范 而我坚信 雨红将会成为这样的公司 毕竟明珠不会一直蒙尘 总会沉浸光深 照破伤合万朵 守得云开见月明 期待花开中有时 匹集中将带来 说实话 这个懂命写的 我非常认可 就是一个董明 对自己公司 大家都团队努力 但是股价 好像股民投资者不买账 写的这些东西 写的也很好 很有文采 用的都是拍笔剧 拍上导海 呼叫而来 或者扑面而来 这个和刚才那个 苏大维格 那个董明 玩心眼 误导消费者 这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东方雨红的董明 他这种行为 有打擦边球的嫌疑 就至少交易所要找他谈话 交易所他们那个装管员 一般都叫老师 什么什么老师 觉得给他打电话了 这最最最最低一级的是打电话 电话警告 严重一点就把他叫过去警告 但是不会发监管行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商人公司所有的信息啊 必须在指定的媒体和平台披露 你不能在朋友圈里披露 尤其是董明 董事长 总经理 这些关键人物 你就不能在你的朋友圈 在什么其他的非指定媒体 说任何跟公司业绩相关的话 还有这个重大合同 这些重大信息啊 你必须在指定的地方披露 当然了他这个时候打擦边球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也没说业绩 我只是说好 对吧 具体反正说的也不太详细嘛 对吧 也没说什么重大合同 重大信息 但这个我认为交易所 肯定得找到谈话 你要把这一大段 发到那个互动义平台上是可以的 那个是指定的这个交流平台 或者你要发到证券报是可以的 它是指定的这个报纸 或者发到那巨潮网 公司公告也可以 但这个发公告发不了 就是说你得发到指定平台 你发到朋友圈 朋友圈什么意思呢 那只有几个人看到 我那朋友圈设计 只有两个人看到 打个比方啊 那不就特定人才能看到吗 特定人看到 那我在里面透露一个 我们刚跟那个特斯拉 签了个一百亿的大单子 那你说这不就完了吗 明白这个道理吧 他必须要指定的媒体去披露 其他的媒体不准披露 所以他这个写得非常好 但是有打擦边球的嫌疑 据说啊 他这个朋友圈议发出去之后 他的股价也涨了 公司的市值说 涨了1.5个亿 你说 所以说影响非常大呀 你能 咱们就通俗的理解吧 就说俗一点 就是你能影响股价波动的 这个行为 你得注意 尤其是董秘 刚才说的几个关键人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可能会影响股价 影响股价 结果有可能一部分占便宜 一部分倒霉 那你说你还不得注意啊 这么一说的话 你说监管机构多累啊 心多累啊 他就管得过来嘛 所以只能罚啊 重罚 再说一个奇葩的呢 这个就 这个就大家都想象不到了 奇葩的不能再奇葩 说上周啊 有16家 你申请IPO的 上周公司 有16家 被证经会抽签抽中了 抽中什么意思 现场检查 我再有一期节目说了 证经会现在动不动 他不看你报表 你把那个 这个申请材料啊 由那个辅导圈上 或者保健机构啊 给你整完之后 交上去 他们就看材料 纸面审理 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很多他要现场抽查 那么多删事公司 他肯定没有办法 对吧 全去抽查 因为排队删事很多啊 他就抽签 这次抽了16家 是在通知啊 马上去你们公司喝茶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 就是查你的这个占簿啊 对吧 凭证啊 产品啊 库存啊 对吧 然后现场就看 结果这16家排队啊 等着上市的企业啊 一听说自己中签了 要被抽中啊 中奖了 真经会要到现场喝茶 当天晚上有三家 直接就取消IPO 说我不上市了 你说你这是排队上市 人家说上天的检查 你为啥就不上市了呢 他这个是直接就IPO 就撤销了 就不上市了 不玩了 剩下的13家呢 把申请撤回来了 说我回去再看看 再研究研究 这叫什么事啊 有三家直接说 我放弃这个资格了 我就不上市了 13家说我把材料拿回来 我回去再看看 研究一下 你说你就说抽中16家 16家居然都心里有鬼 为什么不让真经会去查呢 为什么害怕呢 不就是心里有鬼吗 那你想一想 居然命中率这么高 你说抽了16家 有一家这样 那你还可以理解 对吧 有一家 但总是有人像浑水冒雨啊 像蒙混过关呢 万一上了呢 赌中了呢 不就是财富自由了吗 结果抽了16家 16家放弃 这个触目济心啊 这真是难以想象 你只能说明这16家 全部设计包装造假 现在有那么多企业排队啊 等着上市啊 敢想吗 里面多少家是假的 一想到这个A股就是这样的 你这散户还在里 提着钱往里冲 我们的胡锡进老师 还拿着50万进去 说我不卖 你就割不了了吧 你关键你这样的钱你买 你就已经被割了 它就是虚假 造假上市的 买了就被割了 也不是你不卖 这个吴小球教授说啊 说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啊 有80%的企业不创造任何价值 就等着上市圈钱跑路 一旦大股东减制套现走人后 公司股价一落千丈 再也无人打理 你说从这16家被查 然后16家撤回材料 你只能说100%的这个企业啊 上市材料都有问题 都存在欺诈造假 要不然怕什么呢 真金不怕火炼呢 所以说吴小球教授说啊 80% 这是比较保守 比较客气的说 比较委婉的说 完全胆子可以再大一点 真金会为什么要喝茶呢 你不查行吗 现在散户都会查了 对吧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国想 已经被这些自媒体啊 散户啊 这些专家 已经被问成筛子了 没法恢复了 整个的就是在造假 现在看相关人怎么处置 不能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 让他停止IPO就完了 中止发行就完了 我们再看一个股市奇葩呀 也是匪夷所思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新股上市之后啊 他的这个大股东 有经售期 比如36个月 然后5%的股东啊 就是持股5%的股东 这个经售期 比如6个月或者12个月 他都有了啊 经售期 居然有这么一家公司啊 他的限售股东 简直跑路了 上市公司竟然不知道 这个经售期啊 心通虚设 科创网公司同意中发布公告 分别持有280万股的 两家限售股股东 华泰和安信 这两家基金啊 两年限售期 借满 限售股可以解禁 就是他是限售24个月 那就到期了 你现在可以卖了 可是啊 说眼见的股民 在10大股东名单中 居然找不到华泰和安信 这个10大股东名单啊 他这个第10位的持股才200万股啊 那这个华泰和安信啊 他是280万股 那按理应该在10大股东的名单里 结果股民在这10大股东名单里面 有那个披露的 没有这两家基金 然后股民就打电话问这个公司啊 何时 他说你这个华泰和安信 是限售股股东啊 怎么为什么在这里面查不到了呢 公司说一脸傻 说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怎么他就不见了呢 不见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卖掉了嘛 跑着了 但问题是他又在限售期啊 他怎么能跑呢 然后这个华泰安信 在解禁前 也发了核查意见 说啊 我要解禁了 每家280万股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华泰安信啊 他已经在 禁售期内卖掉了 有人查到了 最早在2022年年报显示 他们的限售股就已经流入市场 这个限售股随意出售啊 理论上可以无限次卖出 制造无数个公司 无限量的股票 就问有钱你也买不完 限售股居然在限售期卖掉了 那你还搞限售股干什么呢 还限售干什么 这明显违反证券法 那你说监管部门怎么管的 实际上这个事情不能怪山人公司 山人公司没办法管自己的股东的 那股东想卖跟山人公司没关系啊 那股东想卖 不需要经过山人公司同意的 但是是什么呢 证金会交易所要求 你股东要卖的话 你要通过山人公司披露 就公告 我要卖股了 我要减值了 这山人公司只有公告的义务 他也没有查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查这个东西 山人公司啊 说我天天 我去那个 他叫东登公司 提供这个十大股 流动股股东啊 或者十大股股东这个名录啊 他也都去查 他怎么知道人家卖掉了呢 他也不是天天盯着 按道理说限售股 限售股 你应该是在交易那一端呢 给他限制 你想卖卖不掉 对不对 你那个可卖的股票是零 所以说问题不出在山人公司 应该出在交易所 建管部门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好好查 太奇葩了 今天暂时就说这么几个 咱们大A股奇葩的事情 这个不是黑大A股啊 所有的都是公开报道 罚的太轻了 你说老出这样的事情 投资者怎么可能有信心呢 所以现在很多小投资者 都说现在都是后悔啊 你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就跑啊 不玩了 真的删心了 玩不过你啊 不就专家说了吗 独产都不如 好这一节嘛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手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